小四郎 就算幕府垂垂而衰 也不是乡下虎视能见着将军 但只要有钱 见着幕府重臣很是容易 而中途帝国的二品正国真人的帖子 只要能传递上去 就算是幕府全胜之时 见将军也是很容易了 给你一千块 应该能打点完了吧 能 臣 灵命 说着左左幕小四郎就出去了 这是京都中一家高档的旅馆 面积很大 园子中种着樱树 点缀山茶树和梅树很是雅致 穿过木板走廊 附近是水池 池里左右种着樱花 此时深秋 水帘的叶子枯白了 但却有一种美 在春天的话 樱花朵朵樱红 在夏天的话 水帘朵朵盛开 这将是一种不可言辞的美 这园子不错啊 王存也打量地说道 陪同的老板 恭敬地应道 哎 大人 这当年可是大名入住的园子 经过不少名家设计 当年清河宫都参与了设计 为了给家军七喜 还在樱花下设了长折椅 在这里可以眺望整个庭园美景 老板介绍地说道 在深秋季节中 看样子旅馆的生意清淡 王存也有些诧异 很不错啊 我就要这个独门独院 为什么生意清淡 大人 当年幕府全盛时 各地大明 每三年必须觐见一次 每次必须居住万年 因此生意兴旺 但现在大明不朝见 已经有五十年了 这里也冷静多了 您知道的 等前五十商人 怎么会住得起这样的园子呢 老板有些苦笑 原来是这样 王存也不再说话了 就把这园子定下了 老板很是高兴 鞠躬地说道 哎 可人前烧的 不远处是旅馆厨房 早中晚餐点 会由厨房 按照品级送过来 王存也出的是上架 服务自然殷勤 早早就奉上了清酒和点心 王存也吩咐上点肉菜 这菜扶桑 是很少有的 但是店家老板 也答应了 正欣赏这园子 举杯一眼而尽时 过会儿 要有人敲门 意外的是 来拜访的不是厨师 或者老板 是一个小姑娘 看起来不过七岁左右 穿着巫女服 细致巫黑的长发 她名谋好持 系着绣金线 窄服腰带 显出高贵 优雅的气质 真人 我家主上来见 小姑娘说道 王存也一争 若有所感 望向她的身后 只觉得眼前一按 转眼起了变化 整个场景没有变化 但却变了季节一样 土地变成了黑色 樱花片饼开放 阴空如雪 一个个穿着黑甲的护士 立在左右 和雕塑一样 一行人抬着玉榻 上面是一个青年人 此人带着温和的微笑 致意地说道 道人远道而来 辛苦了 王存也看去 只觉此人周身 营造着一股青绩 又隐隐 带着一丝紫气在里面 而其人看似人形 实际上只是一团光 顿时大惊 当下接受道 不知哪位上神在此 道人不必多礼 我就是黑川庆德 这年轻人 微微笑着 下了玉榻 一显露身份 王存也猛着 惊醒过来说道 原来是大将军 道人有礼了 来者是客 难得 请一起入座吧 说着就在池塘前的桌机上 一起坐了 转眼之间 一群美丽妇女 飘然而来 个个身影绰约 一曲而虎 唱的却是中土汉曲 唱着 女体流香 黑环叮当 顿成圣笔 黑川庆德 断了一顿 又问道 道人自中土而来 不知有何赐教呢 在您面前 岂敢谈得上赐教 王存也连忙说道 这次我受恩师指点 是来请上神救命赐教 黑川庆德 眸子一转 可是因埋谷之地一战 正是 大将军长因私之事 想必对此深入了解 特来求教 黑川庆德 听着哈哈一笑 说道 因是权柄 是我身藏 你这道人 空苦白奢来求 确实不嫌貌美 王存也却也不惊 说道 我听恩师说起 大将军来历 以淼淼凡神之身 开创幕府 虽称大将军 实是扶桑之王 已是一代豪几 而县世风神 三百载军林扶桑 与三贵神分庭抗礼 却更是传奇 这样的事迹 虽世上流传不多 可我这后辈听了 心中激动 早就愿一见上神为仪 至于道法之事 本来就是不能强求 得之我性 失之我命 王存也这样说 有些客套 但大半是真 扶桑大名歌剧 不朝幕府五十年仪 这黑川幕府早已败落 偷出了腐朽气息 本以为这黑夜大选命 也难逃龙气影响 他的不朽 在黑川幕府的凋落中 褪去荣光 不想此时见着 清灵通彻 却没有半点沾沾 要是普通人 不知道还罢了 越是内行人 越是明白 深不可测 这实在是可不可畏 听了这话 黑川静得 沉默片刻 沉吟良久 突然一笑道 道人 你可知道法的根本 愿请赐教 王存也说道 你看 我们眼前的这池 水深无耻 用之朝廷就叫王法 用之别处 或叫法度 用之拟处 就叫道法 事法平等 对谁都一样 凡人庸人 总争论着水深水浅 这实是可笑 说到这里 黑川静得一晒 其实他的道理 是极浅 你身子高过水面 他就淹不到你 自救万劫不坏 你身子不高 就得看游泳的火候 这万种谋略 千般道理 都是因此而诞生 但任凭你 治略通天 身子不高 单靠游泳 一时或可乘风 积水 但终会溺死 王存也 没有想到听到这个 顿时 啼壶灌顶 一样明雾 这道理发人身形 但沉吟良久 又苦笑地说道 大将军说的是 但要身子长高 可不容易 也不是一时一刻的事 我还是先学些游泳的本事 要学游泳这本事 也不难 说到这里 黑川庆得沉吟的 这时天色黄昏 一轮太阳 缓缓西沉 看着这景 却是一笑 话题一转 美景虽佳 却是西夏 幕府王旗已暗 暮起沉沉 生死轮转 却难扭转辣 王存也有些诧异 却说道 大将军 我敬您龙气滚滚 气韵浓厚 这幕府虽老朽 却也不是不可能扭转 何有此胆 老朽之国中兴 人人异事 万种至谋 都难成事 这是天道 黑川庆得 话又是一转 听说你带了个侄子过来 才三岁 叫静田信庆 是 在福藏 果然什么都忙不过 大将军 王存也不由变色 这个人的思路 实在是难以夺策 福藏中三贵神 根深蒂固 我依着一朝幕府的力量 也只能分庭抗力 而不能击杀之 黑川家的子孙 都在明明监督中 却不能再是大能 既不能 就瞒天过海就是 其实你的行动 都在我的注意下 惠子实际上 是我家的敌军 有着我家血脉 只是故意使之落魄 远离宗亲 已求瞒天过海罢了 因此你家的信庆 也有我的血脉在内 这样吧 你把你的静田信庆 寄到我黑川家名下 并且再取我家的鸡军 我助他一臂之力 成就一代天下人 大将军如何 黑川庆德突然之间说着 语气很是平淡 这话一落 王存也背上 顿时渗出一些冷汗 他想过无数可能 没有想到这人 这样深不可测 不动声色 就已下了棋子 和这人相比 自己真是相形见拙了 沉默半傻 他才苦笑的 大将军说笑了 信庆会有您的血脉在内 但我官知信庆 最多不过是 十万弹的大明格 怎能得扶桑天下 三分天定 七分牟指 你只要答应 具体的事情 自由我来操作 你我都是大丈夫 可一眼而绝 黑川庆德目光炯炯 说道 其中业力因缘 自由我来承担 如何 王存也一争 突然仰天大笑 哈哈 大将军如此壮怀激烈 是江山竹棋盘 我岂能落后 我答应了 就此一言而逝 不久我就会 遣人助你 不过龙器之事 不能明知干涉 一旦明知干涉 就失了格局 你就不要插手了 三贵神 素来与我不睦 近来我闻得 他们有些异动 请你为我探查一番 善 那贫道答应了 王存也说道 我知行踪速受注意 虽我平常了感应 来得见你 但也不能久待 线下既已答应 那就不留了 黑川庆德说道 话一落 顿时眼前一黑 转眼又变成了 下午的庭院 沐浴在阳光下 王存也见着这个 不由深深吐了一口气 有一位武士带着鞭力 依附陈旧 面色显得很是疲惫 身后跟着几个浪人 这处是淡远的山 往御的树 一条浅溪 蜿蜒流去 水潭前是一片田地 再远一点 就是一条峡谷 远处是一座平岗 再连着无数山了 此山道出去 往前直走 得大半天的时间 这里真算得上是 僻静幽记了 金山君 这就是静田家的支支 后面一个浪人 跟着问道 连着神社有四千单左右 不连着神社 只有五百单 这样 是我们出世的主家 金山姓平扫过众人 笑了一下 嗯 相信我 没有错 你们看 这人脸色有黑 刀大身材 看上去满是风霜 这是一支 小小的浪人团队 除了金山姓平外 还有三个成员 都配了长刀 听了这话 三人都忘了下去 就见到一块空地上 几个枪族 排列成三十对 练习着刺激 一眼望去 个个都是身体魁梧有力 训练也有素 三个人脸色都变了 就算是四千单 能养这样强悍的足精 这里有三百人了吧 一个看见了 喃喃的说着 扶桑动员 一般是每百单 动员五人 这样算来 四千单 可动员二百人 但这是面黄基瘦的农兵 至于不用护农 每日专心训练的士兵 就是武士了 区区四千单 能养这么多 看来近天家 也也忘不少 三人见了 就不再说话 金山姓平笑了笑地说 我和左左目大人相识 投靠去 没有问题 走吧 去觐见主公 把盔甲先上 梁里高处 黑川静德 和一个中年人 正在看着 看那些浪人 现在都是 静田家的人了 中年人 只在下面的浪人 真人可曾满意了 都隐隐带着刺激啊 不错 王存叶打量着 这几个浪人 有些诧异 这些虽算得上人才 但也并不突出 这中年人 看着王存叶 双眼无悲无喜 却笑地说道 真人想必是诧异了 我为真人解说一二 有请大人了 这人实际上 就是黑川静德的化身 但要不是明说 却看不出任何迹象 让王存叶很是惊讶 真人 这龙气的事 很是微妙 我不是拿不出 更上品的人才 但是这不但能引人注意 而且还会坏了龙气 这几个人才 都不过是 千旦左右的武士阁 但对现在非常适宜 话才落 远处静田家的气象 就发生了变化 若有若无 但转眼之间 就弥漫出一片赤气音乐 这想必 是正式投靠了 发生了这些变化 王存叶若有所思 隐隐看去 只见静田家的气韵中 隐隐带着一副 威风凛凛的盔甲 这黑甲风格简拙 全身漆黑 通体有着几处裂痕 一股肃杀之气弥漫 就是它促进着变化 但是和黑川静德的龙气 却没有直接关系 中年人见了 就问王存叶一句 以真人之剑 龙气由何产生呢 王头 中年人 晒人一笑 时事杀气和生气所宁 其中就有法度 静田家这样小的家业 就算没有三贵神的因素 也不能加上多少 龙气贵在自主 只要促长就得国不正 静田家要成长 毕竟血战才可 事故我运筹 影响着此人 投入静田家门家 其几人才可 正服这时静田家 而且所欠盔甲 是三百年前 荒田善信的盔甲 它虽算不得杰出 但五家之云的种子 却很纯正 正好用在这时 而且 由于信性太过年轻 这静田家 不能膨胀得很厉害 十年内 必须在五万弹以下 只有亲政后 才能驳发 说到这里时 中年人 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真人对七韵理解很深 但始终没有实际操作过 里面有不少忌讳 还不明白 但真人许他回归我名下 我必将龙系一切要旨 轻囊享受 我有丝毫隐瞒 王存爷 沉默片刻说道 多谢大将军 不过 我志不在此 说完 就看着脚下人群 渐渐地 只见这块区域 被一股大格不散的气韵 笼罩着 此外 并没有多少异常 但仔细观察 就会发现 这种气韵 隐隐左右着走向 王存爷深深吸了一口气后 做出了判断 对这种气韵操纵 还不露痕迹 王存爷非常佩服 但这的确 不是他研究的主项 而且眼前这人的用意 深不可测 自己却不能背其左右 罢了 罢了 我就给你因私之道 不过按照扶桑的法度 你必须自己过关才是 说着 中年人看了王存爷一眼 这一眼后 一种奇异的力量 弥漫而出 这种力量充满着死亡 堕落 敌意 疯狂 受刑 暴虐 这是什么 王存爷立刻警惕 法力思思弥漫 你的神域 不必担心 这不是我的神域 这是我杀死的一位 皇权之神的神域 我只是把它 保留了一部分罢了 中年人淡然一笑 我不可能让你 进入我的神域 但是 这个也不错 你要是把它识破了 炼化了 想必就对死亡 有着很深的理解了 如果你能赌一把的话 请进入这个 破碎的神域之内吧 不行的话 就此退下吧 中年人用不带丝毫感情 充满平静的声音说道 王存爷感觉到 此时对上黑川庆德 总是处处受之 心里凛然 默然算了片刻 突然一笑地说道 哼 好 以后我们因果结清 说着就跳了进去 一跳入 只见一股浓墨一样 浓郁的黑气弥漫着 伴随着千百声 尖利的嚎叫 在整个空间中炸开 但随之眼前一亮 在虚空中栩栩展开 是一幅农田风景 正沐浴在阳光之中 隐隐见着远处山栏 大片的田野 葱玉一片 不少农夫在里面耕作 这是王存爷一惊 这就是黄泉 要不是自己敏锐地感觉到 里面的本质 单看外向 根本不会想到 这是一处 黄泉之波 王存爷的心 顿时一沉 而生死轮盘 却是一栋 隐隐转了起来 一处神社 里面古树参天 建筑物全以原木修筑 却连成了一片 但是在里面 却是一大堆人类尸体 东倒西歪的 堆成一片 交互堆叠 形成一幅地狱恐怖景象 但仔细一看 却没有丝毫鲜血 而且这些 竟都是少女 个个赤裸 并且严格说 还算是活着 即使身上切掉了不少 甚至砍掉了头乳 都照样颤动着 断肢扭动颤抖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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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